中方一官认为 出于政治目的 对正常的经贸投资活动人为设限 干扰相关合作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我们希望美方不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而是尊重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 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